大家好,黑豆作为百豆之王,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,黑豆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,低脂肪的食物,不仅营养丰富,而且做法也很多。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黑豆的养生吃法,可以让黑豆的保健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。 首先准备300克黑豆,把里面不好的豆子,坏掉的豆子和别的豆子全部挑选出来。 像这种干瘪的豆子,一定是时间长了,而且这种的豆子口感不好,如果变质了的话,吃起来是苦的,而且含有毒素,所以不能使用。 一定要挑选出来,挑选干净后,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,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。 接下来将黑豆淘洗干净,黑豆在晾晒的过程中会沾染到许多的杂质和灰尘。 然而,放在超市柜台上面摸来摸去,上面也非常的脏。 因此在食用之前,一定要反复清洗干净。 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,可以很好地清洗掉黑豆表面的杂质。 还有一些有害物质,经常吃黑豆的朋友可能会知道,其实黑豆是分为两种。 一种是像我现在所买的,这种是绿人的黑皮黑豆,还有一种就是里面是黄人的黑皮黑豆。 它们的营养价值都是大同小异,但是如果平时买回家自己吃的话,那么最好是买这种绿人的黑皮黑豆。 清洗黑豆的过程中,我们多换几次水,反复地多搓洗几次。 充分地清洗干净后,把脏水倒掉。 接下来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温水,水的量稍微多一点,把黑豆放在一旁浸泡40分钟。 像黑豆浸泡的时间不易过长,浸泡的时间太长了的话,会导致黑豆里面的营养流失。 时间到了这个时候呢,黑豆就已经完全浸泡好了。 我们可以看到,浸泡过黑豆的水已经从无色变成了红紫色,这个是由于黑豆里面的花青素所导致的,是一种正常现象。 被泡过的黑豆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,看起来圆滚滚的,十分可爱。 泡好的黑豆控干水分捞入盘中,然后准备两张厨房纸或者是纸巾。 将黑豆表面多余的水分稀释干净,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黑豆的表皮变得更干燥一点。 有助于后期的操作。 现在开大火把锅烧热。 锅烧热后,往里面加入半袋食盐。 这里所要用到的食盐,最好是选择稍微粗一点的。 把盐倒入锅中后,把火调到最小。 接下来用铲子不停地翻炒锅里面的食盐。 炒盐的时候,一定要小火慢慢地翻炒。 一边翻炒,一边把盐打散。 这样做的目的是,可以让食盐翻炒的时候更加受热均匀。 翻炒约两分钟左右,我们把食盐盛起来,用手摸一下。 感觉非常的烫手,那么这个时候食盐就被完全炒好了。 这会把之前清洗好的黑豆完全倒进去。 快速翻炒,我们可以发现在翻炒的过程中。 这个时候黑豆的表面已经裹上了厚厚的食盐。 不用着急,这个是正常现象,因为现在黑豆的表面还有许多的水分。 食盐遇到水,自然要裹起来。 这个时候,我们把火开得稍微大一点。 先用稍微大一点的火把黑豆表面的水分炒干。 这个过程也要不停地翻炒,一定不能偷懒。 这会炒了大约有五分钟的样子。 可以看到,有些食盐开始从豆子的表面滑下来。 不要心急,继续不停地翻炒。 这个时候把火关小,慢慢地用小火翻炒。 因为当黑豆表面的水分被炒干后,如果用大火翻炒的话,黑豆很容易就被炒糊了。 如果黑豆被炒糊了之后,不仅口感发苦,而且会前功尽弃。 这会大概翻炒到15分钟的样子。 可以清楚地看到,黑豆的表面开始裂开。 我们可以通过裂开的缝隙。 看到里面的绿人了,而且锅里面也开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。 也能看到锅里面的豆子不停地欢跳起来。 不仅如此还能闻到特别浓郁的黑豆香味。 像这个样子,黑豆就炒得差不多了。 再继续翻炒一至两分钟。 时间到关火。 先不要着急将黑豆盛出来。 现在利用盐的余温,将黑豆再焖烤一会。 一直焖烤至锅里面的食盐和黑豆完全变凉。 现在用漏勺将放凉的黑豆盛出来,来回地这样摇晃一下。 把里面的食盐过滤掉。 把炒好的盐和黑豆倒入到一个大盘子里面。 让它彻底晾凉。 晾凉之后的黑豆口感更加地清脆好吃。 非常的香酥可口。 淡淡的盐味夹杂着黑豆原本的味道。 非常的香。 这种的酥脆是一点都不费牙的那种酥脆。 轻轻的牙齿一碰豆子就直接碎了。 非常的好吃。 黑豆的营养非常的丰富,每天吃上一点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这样做出来的盐炒黑豆可以每天没事的时候抓上一把,当作零食来食用。 盐炒黑豆完全放凉后,我们找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子。 将炒好的黑豆装进去密封保存,可以放很长时间,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。 也可以换一种吃法,就是准备一个碗。 往碗里面盛入两小勺的黑豆,然后再往里面倒入几勺香醋。 如果喜欢吃更酸一点的,也可以用纯醋代替。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用哪一种醋。 然后把豆子完全地浸泡在醋里面。 搅拌几下,像这样浸泡上一天,在食用这种醋泡黑豆的时候,它的营养非常丰富,作用也很多。 喜欢吃醋泡黑豆的朋友,不妨试一下这种做法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那么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,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。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 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观看更多家常美食的做法。 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